企务场内工作人员手停不下来 大家忙着帮着一颗颗 散发红宝石光芒的黑珍珠莲物 扣红佳人 装进箱子内贴上贴纸 就像嫁女儿梳妆打扮一样的心情 这漂亮又代表屏东的饱满果实 就要坐飞机认真北国加拿大了 去年开始我们就开始用 这样子的一个模型 做规格化 告诉我们消费者就是说 我们这粒粒都就是这么的漂亮 也没有说有隐瞒的地方 也克制一个血盘 类似像血盘这样固定式的 这样的一个包材 让这些莲物能够再经过长途的运输 也不会产生受损 娇贵的透红佳人 坐飞机还有专属头等枪 又养出这样燕红 又透着油光的莲物 屏东靠海的土质 是最特殊的摇篮 纳里子对黑珍珠它的果肉更扎实 所以说平南这边莲物的特色就是 它果肉会比较扎实 咬起来口感会比较脆这样 泥土中的咸有来自海的 跟果农身上辛老的汗水 种出了甜甜的红果石 透红佳人是嘉东香农会品牌 2005年来五度摘下 全国莲物评比冠军 甜度都在十一以上 因为外形丰满有致 皮薄之多像美人的脸颊 所以叫做透红佳人 外销多年每年都创佳机 在国内一公斤要价五百元 国外市场也抢购一片 如今百香送往加拿大 让台湾甜美漂亮的水果 消耗的继续在国际发光 三顺朱俊杰古仙屏东报导